男生一上来 你知道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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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追我 女孩说了一个细节 你时不时都会跟她说 要不然咱俩出出对象吗 你其实是早已经喜欢她了 我相信她心里其实也是清楚 但是她刚才说是我主动追的女 她给你面子 你上来好像你的语言上很占上风 通常你生活当中也是她起一头 马上你就会步步紧逼你赢了 但你到底想演示什么呢 你想说明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你的心里 是觉得有点配不上 甭管从学历 从她想象的未来你能不能给 你是没有信心的 但是这种没有信心 你没有表现出我更努力地去工作 我会更加地好照顾 我不会有怨言 因为我想做到你想要的内心 想做到我想要的那个人 但你没有去这么做 你内心是底气不足的 而你所有的不去做 反而在一些语言上细节上 去打击她 就会给这个女孩带来 极大的不安全感 她身上有问题 你身上同样也存在 为什么你知道柯一做得更好 你为什么不做 你心里有没有一点偷懒呢 其实如果说 你们两个对彼此都是有感情 不愿意去割舍 因为未来那真是一定要 靠某一个人去实现吗 为什么不能共同去实现 你也要上进起来 否则你的不上进 反而拖来了他 如果你们都彼此上进的话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不一样 先做好自己 让自己值得对方去爱 两个人互相相爱的话 才能积极向上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